我們這次剛從西班牙回來一年多 然後其實我們之前待過不少國家 在中美洲 因為我們就是這樣 在很多的國家住過很多的房子 其實我們對家有一些想像 也有一些期待 尤其是這一次 這個房子是我們預備退休之後 就要住在這邊 希望它可以落實我們的這個想法 然後讓我們的房子不只好用 而且也好看 這張沙發跟我們十多年了 那當初我們是在中美洲買的 就是我們住在那邊的時候就使用它 那它跟我們東奔西跑 也跑了很多的地方 最主要我覺得東西久了 其實也會有感情 我們第一個想到的 就是要把這間家具留下來 屋主夫妻的生活夢想 與這張充滿故事的沙發 一同入住CX平行寸屋 究竟設計師該如何從一張木製沙發椅 發想空間風格 滿足屋主對新家的理想願景呢 他們是從西班牙回來台灣的 所以他們對於之前在那個國家的一些家具 他們是有些情感的 看到這座沙發的時候 就覺得它的木頭的紋理跟色澤 比較像是胡桃木 幼木的色彩 坐墊是那個 雞皮龍駝色的一個色彩 我們想要運用胡料本身這種手作 然後有溫度的肌理的感覺 去拖映 布散在這整個宮領域的空間 這樣的色彩跟沙發主體去做一個 然後讓整個空間的氛圍感更加完整 大家都知道高地有一句經典的名言就是 曲線是屬於天主的 那直線是屬於人類的 那我們就從這一句話 成為我們這個設計空間發想的一個靈感的來源 這個基地它的條件 沒有讓它有一個很好的鞋櫃的空間 所以我們就在大門右手邊 就放置了鞋櫃的位置 它跟牆面是會有一個大概40公分的高低差 我們就運用了這個順滑的一個曲面 然後把鞋櫃跟牆體做了一個包覆 那在順滑之後呢 接上整面的電視牆 讓它的完整性更高 空間的串連上面 我們電視牆的矮櫃 它的兩側包含收到邊緣 我們也都去做了這種圓弧曲線的連續性 一個大地的色系 那如果我們可以再加上這個防骨面 豐富肌理跟氣根的一個下木素食 那我們覺得搭配起來 應該會是非常契合的一個搭配 在揮畫的時候 其實我是覺得很享受那個當下 那個當下其實心情是很平靜的 就是很愉快的 女主人的畫室後面有一個安定的收納的一個高櫃 那我們在高櫃的兩側 也去做圓弧曲線的連續性 這一次的視覺的重點就是在這個 客廳跟畫室的天花板上面 當初這樣的天花 我們希望它有一個放大的一個效果 我們把客廳跟畫室的天花整個串連在一起 所以無形中橫向的一個串連 那一個是垂直向的一個串連 那它其實是一個立體面的 旁邊做了一個進出面的勾縫 讓它好像是陷進去這個天花板裡面的 後來屋主他有一些親朋好友來之後 都覺得他們家不只30瓶 藝術畫布 它算是我們空間中 在餐廳的一個中軸線的一個端井 剛好在這個空間有一隻很大的柱子 深有到70 於是我們就把這個牆面做了一個 大面積櫃體的一個收納 可以讓它每幅畫作都有一個很好的放置位置 成本的下方就是他們常出國收納的一些行李箱 或是比較大型的一些物品就可以放置在裡面 廚房空間很拉門的門片 我們用了一個鈦金屬線框的一個架構 用了這個四分之一圓把它融入在這樣設計裡面 兼具了美觀的一個效果 主臥室的右手邊 我們保有原件商主臥室的位置 因為這邊呢是大面窗 那所有的空氣的流通也好 或者說起床的時候 你就可以看到畫中的對方 那我覺得這也是一種很甜蜜的互動 主臥的衛浴 那它當初的開口是開在面向主臥床的這個位置 所以我們就把廁所的開口面改了一個方向 那這樣子改了之後能夠讓主臥室休息啊 睡覺的人也會比較安定 那現在屋主他們也住進來 那在使用主臥室的空間也好 或者說主臥衛浴的空間也好 或者說更衣室的空間也好 他們覺得這個比例上的拿捏 在生活的使用上 他們都覺得是非常適合的 與其說我們是設計師好了 那其實我們更希望我們做的是 這個家的協作者 我覺得最大的收穫就在於 每次能夠把問題解決 然後最後業主搬進來了 然後給我們一個肯定的微笑也好 或者說給我們鼓勵 我覺得這就是我們 其實在這整個過程當中最大的一個收穫 心情就是很開心啊 就原來那個3D圖的畫面呢 就呈現在我們的眼前 那有了這些其他的家具進來之後 就會覺得更有那個溫度 除此之外呢 是我們會覺得說 它的空間感覺上放大了 甚至呢我們其他很多的東西呢 其實也都可以收納得很好 那這點是我們覺得很開心 是很美好的 是一個大小的感覺 就在這裡 我們覺得很開心 因為那我也覺得很開心 是你特地的設計